2月5日是电视剧《斗罗大陆》开播一周年,从2018年12月27日开机,到2019年7月3日杀青。 从开机照上看到的当时简陋的开机仪式,又有多少人想到这部剧日后可以取得如此娇人的成绩? 一、空降开播,开播即登顶,全程霸榜,竟显肖战超强人气和收视号召力。 同时,从无宣传,无预热,开播第一天即登顶的盛况,显示出了斗罗大陆担当男主唐三的扮演者肖战的超强人气和收视号召力。 肖战本人也在艺人新媒体指数上66天Top1,尽管在央视已经播放了三轮,斗罗大陆在平台的播放量,截止到开播一周年当日, 已经达到57.44亿,单日最高播放量2.11亿,极军播放量1.436亿。 根据中国电视剧产业发展开始报告2021,斗罗大陆在2021年腾讯视频正片有效播放市占率和前台点击量均列第一。 随着剧的热播,斗罗大陆和主演肖战在一系列的人气热度评比中,以绝对优势折贵,如北京日报主办的影视榜样的年度人气男演员,微博年度作品,年度角色,爱曼数据的最热角色,等等。 除了在国内的娇人成绩,斗罗大陆还先后出口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韩国、泰国、菲律宾等电视台或视频平台播出,被海外媒体广泛报道,收获一众好评。 在刚出炉的泰国VTV奖项中,斗罗大陆和主演肖战分别获得年度最佳中文剧集和最佳男演员奖。 二、斗罗大陆唐三观后感,分享一些我自己作为观众的观后感,其实斗罗大陆这样的题材,起先对我完全没吸引力。 但是,当我得知主演是肖战时,我决定去看一眼,电视剧斗罗大陆传递的思想内核和价值观充满了正能量, 我觉得也非常适合给青少年观看,保持善良,积极进取,向阳而生,开播一周年快乐。